被抓住 抓住了以后 汤很宽厚的 也不杀你 就让你带着你喜欢的魅喜啊 流放在这里吧 安徽这个地方当时还是 很荒芜的呀 不是今天啊 结合魅喜养尊处优嘛 习惯了 他又不会干活 所以一种说法就是在这里啊 活活饿死了 还有一种说法 结是最后病死 不管哪种说法 夏朝宣告灭亡 这个嘉天下就宣告灭亡 就这样 夏朝就被新兴的商朝代替了 历史上 对于这次 商伐夏的战争 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我们谁都知道 叫什么革命 叫商汤革命 革命的这个词 最早就是用于这场战争 我们今天讲的革命这个词 就从这来的 当然 今天革命的意思 跟当年 跟当年商汤攻灭 夏节的革命的意思 这不是这个意思 当时的意思是 改革天命 叫革命 原来的天命在夏朝 现在的天命在我商朝 革命 命 天命变革 当然不是今天 当然不是今天这个意思 汤 做部落首领 做了17年大概 做商朝的开国国军 做了大概13年 也就说 在位30年 并故 商汤是并故人 并故以后 根据史记记载 什么呢 不分不束 一看就是一个非常贤明的我 什么叫不封呢 埋好了以后啊 不去起一个陵墓 这上面的土叫封土 就我不堆起来 就这样埋了就算了 潜藏 不束什么呢 不在坟上种树 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 一般 是坟上有种棵树的 不分不束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 后人是没有人知道 商汤葬在哪 文明圣灵后 商汤遇待下雪的态度 再次表现了他的宽厚人爱 而他和自己身后室的安排 也让我们再次想起 大人的国葬爱意 正因为我们汤这样 被盛德军王 为商朝才打下了 坚实的发展基础 一阵于后来 有了辉煌灿烂的殷商文化 那么商朝 又是怎么衰落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